精彩创新 完美品质 ASUS 欢迎你继续回到今天余德路跟田鹏飞这两位选手的比赛 15个红球的斯诺克比赛 繁体战的时候呢 这两位选手也是搭档 打赛的时候 吴玉伦跟林书宏也曾经把这两位搭档给打败过 所以我想其实吴玉伦打斯诺克的时间可能并不是太久 但是事实上在这一次的运动会当中也有相当不错的成绩表现 看看刚刚这个远球打进的慢动作 现在对于德路来讲呢 很重要的是 要掌握刚刚那个气势 想办法搬成平手 刚刚已经稍微观察过这个球了 所以他的判断是7分还可以进 果然也是如此 可是现在7分放回原点 就在母球的旁边 现在母球这个位置有点尴尬了 安全球把母球送上去 这个应该是现在的选择 而且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感谢您的观点 小球刚刚差点落袋 不过鱼的路只能够把它架干的左手放在台边 要说进攻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不过防守的话倒是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右手边这个红球 不知道还是能够看到 我们来看看他刚刚在看的 刚刚这是一个模拟的画面 还是薄这个球 但是好像不够薄 母球没有回去 而且留给了对手 天鹏飞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进攻左边的中带 这个七分 还不能打得太用力 八 还是有点角度 这个红球也并不是很好打 刚刚他稍微犹豫了一下 可能是对待会接下来的做球 还想要再多做一些观察 因为如果这局拿下来 这场比赛结束吗 你不知道如果双方要打第七局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17 24 然后写直球 25 现在单独的红球 又只剩下一个 32 32 32 好这次七分的角度 有点稍微比较大 看看 现在把七分打进之后的结果怎么样 说不定会关系到这局的结果 好 中的薄薄的 母球 哦 这次跑得蛮远的 40 看他没什么考虑就趴下来 可能要打个安全球 好 看他飞 40 我觉得刚刚那个球好像有点打带跑的味道 好 这次母球力量就蛮不错的 比较厚薄度都要掌握得好 力量厚薄度都要掌握得好 当然很多时候呢 跟准度有很大的关系 好 母球再回去 可惜因为碰到两个子球的关系 碰到两个射球的关系 所以母球 停在了B区的附近 这次跑得好 可以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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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